在香港做水晶車牌的地方 真的可以說一屆都是 但當中數到最專業的 就不可以不提名科了 他們的主理人Philip 很喜歡用一些新的方法 放進去做車牌的上面 目的就是想保存得好些 難些退色 耐用些 剛剛我收到一個急叫 Philip又有新的介紹給我們 OpenCar的朋友 我們一齊看看這次有什麼新的 Philip 認識了你二十多年 是否真的有真的 有 先給個五 好 找到你來一定會介紹給你 你也知道我做車牌 現在我新做這個方法 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無論招牌、廣告牌、出路牌 對,什麼都做到 而且是立體的 是否真的假的 你先看看吧 不假的我不敢介紹給 OpenCar的粉絲 這個不是又是普通特字牌 我秒秒鐘上落幾十萬 喝茶再談 喂…這裡… 來吧,不要那麼快走 你看看,你先摸一下 這個牌是平面的 這就是技術 我當然會介紹給大家 有興趣,就跟著我來 看看你做什麼 以前相關特字的效果 真的要用電腦牌板 再用機器把它丟出來 而且用精確的方法固定在膠牌上 沒有錯,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清潔和保養方面 相對會比較麻煩 我們這次的技術 就是結合了電腦 直接打印膠片的技術 以及採用了全新設計的立體字款 可以在膠片上 直接印出1800dpi解像度的圖片 印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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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 每個字都經過微調、反光細緻 我們要務求的像真度極高 極次立體的,我們才會收貨 Philip,人家下來給多一點錢做車牌 都是想要耐用一點 你現在的車牌,能否防到UV 油可以用多久? 沒問題的 基本上,車牌和招牌這一類的產品 最大的敵人就是UV,即紫外線 我們採用了抗UV的油墨 一般用3至7年都沒問題 只不過會退少少顏色 如果印一個車牌,由我下訂單到完成 究竟要多久? 你都知道了,現在車主很心急 這裡印很快 一般一對車牌,我們20分鐘可以印好 這樣也很快 但你要記住一件事 你之後做了一對車牌 我們需要排版,要設計 那你就不要打算20分鐘可以拿 但你們開門的車牌 我們已經印好了 我給你看看,你看看能否立體 哇,很棒 真的不用戴3D眼鏡 都看到這些字都凸出來 OpenCart的兄弟,我們有新牌用吧